凉拌海带丝食材 捞出锅凉水备用,三、生抽、醋、盐、味精、白糖放在碗中,我这里是800克海带丝,用生抽、醋各三勺,盐、味精、白糖各三分之二勺,四、把上步骤准备好的调料倒在海带里,姜、蒜也放在海带上面,热锅入油,油烧开以后,关火,放入小米焦炸香,把辣椒油倒在海带丝上,肉末淋茄子用料, 长茄子,猪肉,皮线豆瓣酱,香葱,蒜末,姜末,生抽,香醋,盐,白糖,做法,猪肉剁成肉末,加入料酒,胡椒粉,生抽,淀粉,抓匀腌制十分钟,茄子洗净切成长条,放入盘中微波炉高火五分钟,或者用蒸锅蒸熟,将蒜切蒙,香葱切小段,起锅热油,加入猪肉末翻炒至断生,加入豆瓣酱, 蒜末炒出红油香味,加入生抽,白糖,香醋,少许清水大火煮煮开,转小火煮两分钟,关火,淋在茄子上,撒上香葱花即可,肉炒杏鲍菇食材准备,猪瘦肉,杏鲍菇,葱,姜,蒜,酱油,生抽,香醋,料酒,白糖,盐,五香粉,植物油,玉米淀粉 猪肉,横切片,加少许盐,一点点白糖,少许五香粉,少许玉米水淀粉,抓匀,再加少许油,放置片刻,杏鲍菇切片,葱,姜,鲜,蒜切片,三,热,锅凉油,将猪肉快速化散,炒至变色,加葱,姜,蒜边炒出香味,加适量料酒,生抽,香醋, 盐略炒,放入杏鲍菇翻炒均匀,炒至全熟,中间若出水少的话,可加点水,时期时中有少许汤汁,出锅前勾薄芡,红烧排骨材料,猪小排800克,生抽二勺,老抽一勺,干辣椒适量,五香粉一茶匙,花椒半汤匙,八角两个,料酒二汤匙,鸡粉一汤匙,姜适量,盐适量,葱适量做法 一,排骨洗干净,斩断备用,将切片,葱切断,干辣椒切成两半,二锅中放水,然后放入花椒,水煮开后放入排骨,捉水,捞出沥干水后备用 三,锅中放油,放入香葱八角爆香,然后放入排骨,炒到微黄,然后放入干辣椒,继续翻炒,直至排骨边缘有点微黄,就放入料酒,翻炒几下 就沿着锅边倒入生抽老抽,同时撒入五香粉,翻炒均匀后,放入清水,刚好浸磨排骨,大火烧开后,转为小火炖30到50分钟 四,最后排骨软熟了,就放入盐和鸡粉,翻炒一下,转为大火收汁就可以出锅了 放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